男人拿起钳子 用嘴巴翻出小刀 然后用拇指视了一下 很锋利 紧接着他打开头灯 靠在墙上 小心翼翼地 开凿起面前的石头 石屑飞溅 男人越刀越快 可石头纹丝不动 他有些着急 渐渐加大力度 然而刀子虽然锋利 但在石头面前 根本不够看 男人刚早几分钟 手就痛得不行 而石头只是蹭掉了一点皮 忽然他手一划 小刀不慎掉进脚下的红隙 他立刻脱掉鞋袜 伸出脚 想用脚趾把刀夹起来 可距离不够 他又紧起树枝 用脚夹住 努力往下伸 但还是不行 最后他只能强忍剧痛 把树枝折弯 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动身体 总算是成功勾回刀子 重新抓在手中 男人很高兴 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这把普通的小刀 对他来说可是救命的神奇 但是很快男人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右手长时间被石头掐住 血液不通 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黑紫色 刀尖戳上去都没有感觉 事已至此 他只能抱着最坏的打算 加快速度 争取早点把石头凿开 男人从下午早到深夜 他渴得要死 嗓子像着火一样 一直到手表显示12点 他才急忙拿起水壶 把很少的水倒进嘴里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男人的表情 却像是喝到了穷江浴液 被困在荒漠里 为了活命 他必须控制喝水频率 每六个小时才能喝一口 喝完水 男人拿出攀岩用的安全绳 不停地向上抛去 左手没有准头 连续抛了几十次都没成功 但他并不气馁 耐着性子不断尝试 半个小时后 他终于把绳子 抛上凸起的石头 固定好绳子 男人又把另一头缠在腰间 用安全扣扣牢 现在他终于能挂在绳子上 稍微休息一会 然而 刚闭上眼睛 男人就被冷风吹醒 他抬起手看看时间 发现自己只睡了五分钟 夜晚的峡谷温差几打 要是不活动身体 估计很快就会被冻死 无奈 他只能拿出小刀 继续开枣面前的石头 一夜过去 男人累得两眼发花 拿刀的手 更是又酸又痛 突然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转头朝身后看去 清晨的阳光照进缝隙 很快便移动到男人面前 他欣喜地脱掉袜子 伸出脚 感受着难得的温暖 可惜 阳光只停留了15分钟 狭窄的缝隙底部 很快又回归了昏暗 下午三点 男人打开DV 自己要去哪 这意味着 没人知道他受困 更不会有救援 水壶里还剩下一点点水 但食物却早就吃得一干二净 他放弃了 于是对着镜头 淡淡地说 突然 滑落的碎尸 击碎了男人强壮的镇定 他仰起头 撕心裂肺地叫喊 虽然在镜头里说得坦然 可又有谁会甘愿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 他扯着嗓子 一句接一句 希望有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哪怕是低头 往缝隙里看一眼 帮他打个电话也好 然而喊了很久 上面仍旧静悄悄的 好像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贫复好心情 男人再次拿起DV 回放刚刚拍摄的画面 看到自己表现出的懦弱 男人觉得有些羞愧 他曾经征服过无数闲境 现在却像个小孩一样 大哭大喊 于是他再次闭上眼镜 轻轻地说 I do not lose it 说干就干 男人找出攀岩绳 手脚利索地行动起来 他先是用绳子捆住石头 打上一个个复杂的绳 然后用安全扣固定成简单的滑轮组 最后再把另一端缠上手臂 拼命往后拉 石头一动不动 但他没有气馁 对绳子稍作改进 将发力点移动到脚上 然而忙活半天 石头还是稳稳荡荡地卡在原地 男人很无奈 他对着DV 总结刚才的失败 滑轮组虽然能减重 但排岩上弹力太大 安全扣的摩擦力也太强 单靠他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把石头吊起来 而且凿石头的办法也行不同 右手看似被卡住 他摘掉水壶的绑带 缠住右手手臂 接着用安全扣收紧 把血管全部扎住 紧接着他又掏出小刀 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果断朝手臂割去 没想到他咬牙滑了半天 刀子并没有切开骨肉 反而只是蹭破了一点皮 男人又好气又好笑 后会出门时没有带把好刀 不过大人虽然顿了 但刀尖还可以用硬 男人拍拍胸口 深呼吸给自己撞胆 然后猛地一下 将刀子狠狠扎进手臂 他痛得全身发麻 随后再次握住刀柄 用力往里面戳 想把骨头戳断 不料骨骼的强度超过想象 他用尽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成功 男人摇摇头 拔出刀子 彻底陷入了绝望 由于失血和缺水 他开始昏昏欲睡 恍惚中 他好像看见了前女友 虽然知道这是休克的前兆 但他很想就这样沉溺一下 一身炸鱼干的惊醒 地面上狂轰大作 没一会儿 痘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 男人高兴坏了 张大嘴巴 又急忙打开水壶接水 可是雨越下越大 等他反应过来时 洪水已经汹涌而至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渴死 因为几秒钟后 水就慢到了活 男人深吸一口气 潜入水中寻找办法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原本紧密的石块 在水流冲击下 竟然出现了一丝松动 他疯狂挣扎 很快就抽出右手 成功脱捆 顺着湍急的洪水 男人被冲出峡谷 重新回到地面 他盘跚着 找到越野车 冒着暴雨 一口气开回镇上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前女友家门口 他哭喊着求救 可女友非但不让他进去 眼前的画面 还越来越模糊 直至消失不见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男人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梦中的画面 还在眼前挥之不去 他用脏手揉了揉眼睛 看看时间 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 昏迷了整整一天 男人拿起水壶 轻轻地喝了一口 脑袋还是昏昏沉沉 他很快又睡了过去 突然水壶不慎滑落 救命的水洒了一地 男人痛苦地闭上眼睛 难以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现在 湖里的水只剩浅浅一层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他沉默不语 表情逐渐变得凶狠 索性举起水壶 一饮而尽 不再给自己留退路 接下来 他调整姿势 找到最棒的发力角度 然后用整个身体的重量 慢慢挤压手臂 骨头应声而断 男人身子一软 差点痛晕过去 但这还不算完 人的手臂有两根骨头 他必须再来一次 屁股被完全折断 男人痛快地大笑起来 似乎在嘲讽 这样的痛苦 也不够如此 然而 掰断骨头连着肉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太过血腥 但事已至此 只有抛下杂念 一往无前 他拿起工具钱 翻出开罐头用的小刀片 一点点地 切割起自己手上的肉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反复袭来的剧痛 正不断摧毁着他的理智 等好不容易把肉切开 男人已经陷入呆滞 精神恍惚 他仿佛看见小时候的自己 正坐在不远处 微笑着鼓励他 此时 手臂只有筋还连在一起 刀子切不开 他选择用最直接的方法 生生扯断 男人亮翘着后退 还没有从刚才的刺激力 回过神来 他成功了 只用一把罐头刀 就斩断自己半条手臂 依靠在墙上 他大口喘息 时间不等人 必须在血流关以前 赶紧出去寻找救援 于是 他正坐起来 简单地包扎好伤口 收拾东西 背上背包 他深深地望了一眼这个地方 接着 弯腰捡取绳索 最后头也不回 亮亮呛呛地离开 走到外面 温暖的阳光 让男人有种 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 他情不自禁地大笑 蹦跳 为自己的勇气和毅力欢呼 然而笑完之后 男人绝望地发现 后面的路并不好走 他必须先想办法 下到峡谷底部 或许是老天不忍 在折磨这个可怜人 他刚一回头 就看到岩石上 盯着几根别人留下的攀岩口 男人乐坏了 包里的攀岩绳 总算是派上用场 他很快便打好绳结 左手死死拽住绳子 一点一点往下挪 绳将本就危险 更何况 他只剩下一只手 稍有不慎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幸好男人经验丰富 有惊无险地成功着陆 刚落地 他便马上解开绳口 跪坐在臭水塘边 然后一头扎了进去 他已经很久没喝水了 此刻也顾不得卫生 只管大口畅饮 喝饱后 男人装满水壶 然后把背包留在原地 一拳一拐地走出了峡谷 接下来的落海很长 不一定能找到救援 他必须丢掉负担 轻装上阵 不知走了多久 天上的太阳越来越毒了 照得伤口像火烧一样疼 更糟糕的是 脏水很快就喝完了 他眼前一片模糊 胃力翻江倒海 两条腿也开始失去知觉 男人瘫坐在地上 他双眼紧闭 不去看路有多远 残存的信念 支撑着他站起身 继续向前 又不知走了多久 就在他即将中暑昏迷时 不远处 今模模糊糊地 浮现出几个人影 他有一些犹豫 怀疑是幻觉 可活下去的欲望 促使他挥舞左手 大声呼救